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收了一根小红K 那么量能呢 今天的量能只有795亿 虽然有比昨天比前天有些许的增加 但是一样还是明显的不足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个盘式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主力均能量的表现 主力均能量其实呢 从11月下旬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翻多了 那我们镜头拉远来看 当主力均能量翻多的时候 行情呢总是都往上涨 纵使呢前几天上个礼拜 有做拉回的这些动作 有做拉回这些动作 但是呢主力均能量呢 还是依然的站在多方 所以呢今天呢 又跳空上涨上去 今天又跳空上涨上去 我认为呢 只要主力均能量呢 持续的站在多方 那我们后面呢 就还有一波可以上涨的行情 还有一波可以上涨的行情 反观过去 当主力均能量在翻空的时候 你看行情是不是往下掉 而当主力均能量在翻多的时候 你看行情是不是往上涨 翻空的时候 行情是不是就是往下掉 所以呢我们在操盘 不管呢是操作旗子也好 操作股票也好 我们呢都一定要了解到 现在的趋势跟方向 再来就是切入了点位 你才能够稳超胜算 那另外在期货指数的方面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喔 今天呢收了一根实质线 开盘呢开在8392 收盘呢也收在8392 不过呢这上下呢 之间的政府呢 还有到60点之多 上下政府还有到60点之多 那么这一波的行情呢 怎么看还是一样 要看主力均能量呢 那主力均能量呢 现在是站在多方还是空方呢 其实呢主力均能量 到目前为止 在期货指数的部分 还是一样站在多方 还是一样站在多方 所以这一波呢我认为呢 上面呢还有上涨的行情所在 如果主力均能量持续站在多方 我认为呢突破前高8510 这个高点呢是不无可能的喔 是有机会的喔 因为只要主力均能量站在多方 就有机会 因为反光过去 当主力均能量它在翻空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下跌 当主力均能量再翻多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上涨 还創当时的颇佔新高 所以呢 当主力均能量再翻空的时候 行情还是往下掉 那今天呢 的期指呢 就是一个上冲下息的一个格局 那我不晓得你有沒有精准的掌握到 而我们呢 我说过 我们有三大安心的关键 第一点 软体进出筹码买卖是自动锁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软体 今天的保力赚指标呢 在这里 早盘呢第一根 导播我们今天有拉近一点 早盘呢第一根呢 在8391的时候 就已经翻出做多的讯号 然后上去呢 上去到哪里要跑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上去到哪里要跑 我们呢 的指标呢 还有每日独门上下支撑压力点的提供 我们今天的压力在哪里 8422 8422 所以到8422的时候呢 此为今日短线多空单的出场参考点 要操作者请预挂这些点 未来操作并颜色35点停损 那指标呢 在8410的时候翻空 下来到8380的时候翻多又上去 所以呢你是不是掌握到对的方式 对的方法 你就能够稳超胜算 你就能够稳超胜算 另外呢 良眉呢是诚信的 对错呢都不遮掩 获利呢绝对都提出证据来 就像我们今天的操作 coction的操作是怎么样在操作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是我们今天的操作 早盘呢 开盘没多久 8点51分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目前期指在8397附近 请会员直接试价做多单 停损是35点 那我们成交到哪里呢 我们来对价对时 成交在算在最差的点数 都还有8400 都还有8400 所以呢我们成交在8400 然后上去到哪里要出掉 然后上去到哪里要出掉 上档压力在8422嘛 所以我们在8422的地方呢 就先出掉 有没有 8400做多 到8422这边 22点先入带 出掉之后呢 反手做空 要操作者 请预挂这些点位来操作 并颜色 35点的停损 那我们在8422这边呢 把前面的多单平仓 然后呢 反手空 空下去之后呢 10点39分 我请会员呢 可将压力点8422的空单 请在8392上下5点 都先获利了结一趟 然后呢 我们来对价对时 最差点位都有到8388 所以呢我们成交在8388 那8422-8388 合计下来呢 有34点的空间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这样一趟多 一趟空下来平仓 我们虽然没有平到最差的点 最低的点位 但是这个水准也够了吧 对不对 22点加34点 我们又增添了56点的空间 在今天这种高低政府 只有60点的行情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掌握到56点的空间 所以使得呢 这是我们利兵签点的目标 今天呢又再添一剩56点 合计下来呢 一共呢 已经有708点之多 708点之多 那相信呢 我昨天只小算5点 我也是公开坦诚跟大家讲 那我12月7号 12月17号的时候 -7点 我也是公开坦诚跟大家讲 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于诚信 我认为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希望说 在台面上呢 就去骗大家 该有多少点位的时候 我就是多少点位 诚信对错都不遮掩 获利呢 绝对都提出证据 我们等一下呢 可以利用时间 慢慢的慢慢的 来跟各位解释 我们这些708点是怎么来的 那12月8号的小涨5点 我就不说了 12月17号呢 也是小培7点 这都还好我就不说了 那我们从12月16号开始讲起 我们是怎么样赚61点的 12月16号 12月16号很简单 当天的行情很简单 就是一个空头走势的盘式 那我们找盘呢 就在8381做空喔 9点整的时候 目前其指在8381附近 请会员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设35点 然后呢 当指数呢 这都可以穿价成交的 在8381你看 他这边都还有到8382 所以肯定呢 穿价都可以成交 那当指数呢 来到8360附近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8360的时候 下来再加码做一笔空单 而当指数呢 来到8340上下5点的时候 我请会员先获利了解一趟 那么 8381-8340呢 等于41点的空间 8360呢 减8340呢 等于20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 还有61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 还有61点的空间 而这就是我们12月16号的操作 61点 这边呢 里面所有的数据 每一笔都是有Costion 9的存在 每一笔都是有Costion 9的存在 每一笔都是有Costion 9的存在 绝不造假 所以你刚刚都看过啦 12月16号是不是12月16号 是不是61点 是不是61点 那在12月13号小赚31点 我们是怎么做的 12月13号小赚31点 这是12月13号的操作喔 早盘呢 我们也错了一笔 早盘呢 在8362附近 我请会员直接试驾 做短空单 停损设35点 停损设35点 但是呢 后面的盘式呢 虽然有先往下杀 可是我们还来不及出掉 指数要拉升上去了 拉升上去 我只要呢 有带单呢 我绝对 带性绝对带出 所以在9.20的时候呢 我请会员将手中的空单 都先出掉 先保持空手 先保持空手 那我们会成交在最 如果算在最差的点数 有8379 有8379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算成交在最差的点数 8379 那么8379呢 减8362呢 减8379等于-17点 一样 有负的喔 诚信 对错都不遮掩 错的呢 也是公开的跟大家讲 -17点 接下来呢 好戏还在后头 好戏还在后头 当指数呢 来到8368附近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直接试驾做多单 停损设35点 那个时候呢 有稍微 指数呢 有稍微做一下回档 所以我们在8368这边呢 又开始在做多 做多上去呢 当指数来到8380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多单 再做一笔多单 然后呢 在11点17分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可先将手中的多单 请在8398上下5点 先获利了结一趟 所以呢 8398-8368呢 等于30点的空间 8398呢 减8380呢 等于18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 有48点的空间 但是呢 扣掉我们这边有17点 错的17点 合计下来呢 有31点的空间 31点的空间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 12月13号的操作 12月13号 这里 正31点 正31点 再来12月12号 正71点是怎么来的 正71点是怎么来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找盘呢 指标翻空 因为保育政指标翻空 所以呢 8.54分的时候 目前其指在8395附近 请会员直接试驾做短空单听 损色35点 然后呢 我们成交在8392 一样是算在最差的点位 8392 8392 算在最差的点位 8392 然后呢 当指数来到8378附近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 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再做一笔空单 这都川价都能成交喔 川价都能成交 所以在8378肯定川价成交啊 然后呢 我们要在哪里回补 我们要在哪里回补 我每天呢 8点50分的时候 都有发一通抗讯 就是呢 短线上的操作 你能够在哪里回补 那我们的下档支撑呢 当天下档支撑在8365 那在这边呢 最低点在哪里 8364 所以呢 我们8365呢 肯定都可以川价成交 所以呢 我们找盘呢 8392跟8378的空单 都在8365这边呢 把它平仓獲利了结 合计呢 加起来27点加13点 再来呢 8365呢 再做多 此为今日短线多空单的出场参考点 要操作的 请预挂这些点位来操作 并颜色35点的停损 所以我们在8365这边支撑点 来到支撑当然就是做多啦 来到压力当然是做空啦 那那天的压力呢是没有达到 但支撑点有达到 我们代进绝对就是代出 那8365的多单呢 我们在哪里出 10点01分 代进绝对代出 会员可先让手中第一道支撑点 8365的多单 请在8400上下5点 都先获利了结一趟 那我们就算乘加最差的点位 也有8396 乘加最差的点位也有8396 那8396呢 减8365呢 也有31点的空间 还是一样有31点的空间 所以合计下来呢 27点加13点加31点 等于71点的空间 等于71点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12月12号的操作 12月12号71点 所以我们本月呢 要力拼千点的目标 到现在呢 是还是一样都没有改变的喔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追随我们的脚步 你如果自己操作 没有操作得很得心顺手的话 像昨天美股啊 大涨了292点之多 今天开盘呢 肯定很多人去追多单 但是呢 今天却收了一根十字线 所以你在开盘呢 你如果在开盘 之后呢 进去追的多单 你如果不知道 在适合的点位出掉 你如果没有这通抗讯上档压力 在8422的地方 你如果不知道上档压力在8422这边 你应该要先出掉的话 你今天上去再下来 你等于几乎 等于没赚没赔 或者是小赔 这样不是白忙一场嘛 白忙一场了 可是我们操作有进有出 切入点位呢 都切得非常的精准 不管是指标也好 不管是讯息也好 我们都是这样子精准的在操作的 所以梁梅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在这个课题上面 要如何带我的会员呢 来获利 这都是我的宗旨 我不希望像有些人一样 去欺骗大家 所以呢我每天呢 都留有证据在手中 每天要怎么样去操作 都是有证据为证的 所以呢 三大安心的关键 软体进出筹码买卖是自动锁定 每日独门上下支撑压力点位都有提供 所以呢 你如果支撑压力点位的话 你早盘 你早盘你做多单 你不会不知道在哪里该出 你也不会不知不觉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又等于又没赚到 不是很可惜 但是指出就真的就下来了 那下来要在哪边出 我们是不是也都发call信带给会员 所以我们的会员呢 就没有这些问题 不是傻傻的单子丢出去 单子丢出去成交之后 就不管他耶 一直死丁活丁的这个盘 但是他当他指出下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这就是你靠个人自我意识 去想 去猜 然后做错了就去凹单 今天呢 还只是一月份的开仓第一天而已 那你如果又开始凹单了 我真的想不懂说 你未来 常常久久你要怎么操作 所以呢在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 应该要有一套辅助的工具来协助你 协助你做得更好 协助你做得更旺 协助你做得更旺 协助你可以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708点 短短11个工作日 708点 我自己一直给自己一个承诺 就是我希望呢 我的会员的资金呢 可以一口接一口的赚 从两口变四口变八口甚至更多 那大家请看我们的成绩单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的资金一口接一口的赚 两口变四口变八口甚至更多 而且你自己算算看喔 708点 短短11天里面就达成了 短短11天里面就达成 而这里面呢 虽然也有错的部分 当然良美在用心 也不可能说天天都对 也是会有错的时候 但在这个地方呢 就请各位可以先担待一下 良美还是一样会继续的努力 为会员呢 创造出获利 只是良美自己给自己一个 算座右铭吧 我真的希望 来参加我的会员 资金都可以一口接一口的赚 从两口变四口变八口 甚至还要更多 因为我看过太多投资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资金都只剩下一口 原本十口在做资金都只剩下一口 原因就只因为 他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没有一个好的抗讯来辅助你 所以操作起来才会变成这样 但是反过来想 你如果有个好的资讯 好的软体 好的工具 可以协助你 大获全剩708点 你想想看喔 1.200块喔 708点 等于说 你要没一年的 匯费全部都赚回来 还倒赚 这样不是很好吗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开始累积你的资金 一口接一口的赚 所以未来长长久久要怎么操作 我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想想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待会儿回来 您 永远无法超越 错过 不会再有 中越上林院 第一手资讯 近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0-5809 2570-5809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控告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股市最怕方向错 一不错就不不错 研究如何赚钱 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台中即使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只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 善用科技 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利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 02-2570-5809 2570-5809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爸爸 耳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耳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来用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美 你真的吸不希望你的资金 真的可以一口接一口的赚 从两口变四口变八口 甚至更多 我真的不希望再去听到说 有很多投资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都是原本十口单的口述 然后慢慢的慢慢 就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 而慢慢的 一口接一口的赔 到最后打电话来求救的时候 都只剩下一口单 只剩两口单在操作 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协助这些人 可以协助这些投资朋友们 可以把你之前所赔掉的部位 都把它赚回来 甚至还倒赚 这就是我为什么每个月 都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那我这个月的目标呢 就是要力拼千点 就是要力拼千点 我每天都打在测标里面 每天都打在测标里面 做给自己提醒的功用 我本月就是要拼千点的红包 我一定要赢 当然我不是每一天都准 每一天都赢 但是长期下来累积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长期下来累积下来 还是一样哦 才11个工作天 我们合计累积下来 有708点的空间 接下来我还有将近 我还有292点的空间 需要努力 需要努力 但是我很希望 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不要说只看节目 因为每天呢 在节目当中呢 虽然我很想要帮助各位 但是在这个节目呢 都是已经收完盘了 你收完盘之后呢 才来看我们的操作 哇原来别人今天又可以赚了56点 而自己今天呢 就因为找盘去追多 后来上去 找盘去追多 是没有错 但是上去呢 该平仓的地方没有平仓嘛 然后也没有反手空下来啊 而我们呢都有做到找盘 我们再回顾一次 找盘呢 8397附近 我请问你直接试价做多单 然后呢 成交最烂的点数也有8400 到达压力区的时候 此为今天短线多空单 出场参考点 要操作者都预挂这些点位来操作 并延迟35点停损 所以在8422我们做空 待进绝对待出 所以呢在10点39分的时候 会员可先将压力点8422的空单 请在8392上下5点 都先获利了结一趟 所以我们合计下来呢 还有34点的空间 今天呢 就累计下来就有56点的空间 我希望呢你能好好的想想看 未来长长久久要怎么样去操作 有一位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实说 所以家里装修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叫到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第一手资讯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控告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股市最怕方向错 一不错就不不错 研究如何赚钱 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盘中及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只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 善用科技 讲求数据 知己之笔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 平外2570-5809 2570-5809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致命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泄物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增强 切勿下手